要是要做什麼動作 嗨 大家好 我是抱子腿方常永 有很多的人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都說 是不是練得很壯啊 就可以投得很快 或是打得很遠 基本上有一定的肌力 肌耐力 還有你的肌肉量 是對投球理論上或是打擊會有幫助 其實還有很多因素啊 例如你的柔軟度 你的關節的活動度等等 都會有影響 真的太多人在下面留言 而且還有很多人私訊 要怎麼樣去做重量訓練等等等等 那我今天我直接找了一個狀態 直接來實測給大家看 而且今天我們還有弄一些比較科學的儀器 下去做佐證 好那我們歡迎 這個就是我的弟弟方長紅 他的手像我的小腿一樣 請你來就是 要請你今天做一些實測 看你的投球跟你的打擊 看可以投多快 打多遠這樣子 我們今天是來到來傳球吧 來我們歡迎夏法拉大叔 嗨大家好我是夏法拉大叔 等一下可能要麻煩你幫我操作一下那個儀器 沒問題 那這也是在台南的永康 對永康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來這裡做消費 打球啊消費怪怪的 好啦那我們直接開始進入實測 那等一下就先開始投球 好好不好 走 我覺得投球我會比較困難 打擊的話我還比較有信心 我就是用全力啦 我不會保留力氣 對實驗也比較正確一點 欸對 對阿 人家講這個貢商一下是我自己的弟弟 他是現在在台北做私人健身教練 對對對 如果我說是一般的 大概從多少的球速已經算是快的 快喔 嗯 快的八九十應該就算快 你打過球大概八十八十 對啊就拿八十來當一個目標 而且等一下有一個比較難的考驗 就是這台機器要丟在好球袋附近才會有數值 哈哈哈哈哈哈 唉唷 來我叫你打球 我叫你 你現在這樣子大致上是對 但是你大模組收回來 這樣子 對 對對對 不用扣那麼 他就扶著而已 輕輕扶著而已 這樣子你出手啊 你看 球是這樣子出去嘛 最後是這樣出去嘛 不可以把他扣著 要不然他這裡想辦法要讓他出去 結果這裡又把他扣著 這樣丟 這樣 這樣 那你現在是不是感覺你在這裡就不熟 在這裡才放球 嗯 你現在感覺在這裡就放球 這樣 這邊就放球 對 他感覺動身體的力量去壓他 是不是這樣 唉唷 我這今天是最快的 很好 好 經過剛剛的熱身還有小小的調教 我光接球就感覺到他的進步 因為可能是 也是運動員的關係啊 他在講會比較容易接受到 我要告訴他什麼東西 看到儀器已經準備好了 那等一下就丟側道的五顆 那把它平均起來 看看他的數字是多少 這樣子 這樣有側道嗎 都沒有 唉唷有有有有有有 79.5公里 唉唷 接近80了耶 來 第二顆 76.5 77.6 第四顆 全力喔 唉唷 這顆應該過80 82.2 83.2 來最後一顆 全力喔 好 80.3 OK所以最快是80 83 83 頭球這樣子就結束 我想看他打擊 你看他 壯漢到底可以打多遠 那我們先去準備打擊的東西 好走吧 喔 阿 你在往直後面 躲往直後面 躲往直後面比較安全 那他這個 就沒有說打嗎 這個打出去 只要在界內的範圍都測得到 108公里 所以正常是多少 我們試試看 127.7耶 真的 我在當選手的時候 打在150幾左右 進入到打擊的 10側 那等一下就是 我們用這個踢座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用踢座嗎 想了很久 因為我怕他打不到 用拋的也怕他打不到 用頭的更不用講 所以我用踢座 對好等一下就一樣打5顆 那我們用那個下去做紀錄 看看110 110就是一個臨界點 110以上就有機會挑戰直方 我說有機會 好開始 喔130 130耶 打地板要不要壞 打地板要不要壞 拿我手 哈哈哈哈 欸這樣有喔 喔這是揮棒的那個 他揮棒144公里 有肌肉就是不一樣啊 109 第二顆 111 第三顆 102 他沒有打 第四顆了 好第四顆 98.3 第五顆 119.9 再送你一顆 看你有沒有辦法破120 117.9耶 剛剛最快的多少 119.9 將近120 所以其實還不錯耶 但是他就是純粹用肌肉 就是蠻力的 說真的我蠻想看 你幫他彪了打擊的動作之後 他可以打得怎麼樣 好 那 這樣握著其實就舒服就好 你可以拿稍微長一點 好那你 讚喔 先球棒先這樣子拿好了 這樣子拿 對 啊靠在胸口 腳似腳似 稍微再開一點圍度 對 等一下很簡單就是弄你的徹底 嗯 下去做旋轉就好 嗯 你看喔你現在的旋轉是 身體有點往前的旋轉 嗯 我是要讓你感覺身體往後躺的感覺 好 對對對 這裡都是一支線 對 夾著 對 這樣子才有辦法抵抗我 嗯 但你如果是身體往前 來注意 你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我 所以往後 對 這裡成為一層線的時候 你這裡有一堆擋住你 這裡都夾住的情況下 好抵抗我 對 這才是打棒球 只是你原本是球棒就放在這裡 好 啊轉 轉 啊讓球棒下來 對 就是這樣 好 來 打一顆試試看 118.5欸 打擊這個東西就比較難一點 比較沒辦法那麼快 欸有進步欸 121.7 有進步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一些小技巧啊 那一個大概 告訴他這樣就好 那其實 你說 單靠這些 其實還有很多的訓練 像一些聯動的訓練 這些訓練 會更加幫助到 他會要怎麼樣把力量傳送到球棒 所以打棒球就是這樣 打棒球你就是弄你下半身的力量 把球棒帶到你的擊球位置 怎麼樣讓他是有力量的 打到你的擊球面 打到球讓球飛出去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身體質量好 不代表你打棒球一定好 身體質量好 但是你的技術層面還是要更好 他是互相搭配互相配合 所以我一直講 對於打棒球來講 他只是個輔助 對還有一點很重要 有的人說大聯盟的選手為什麼有的 就是很壯啊肌肉很大啊 為什麼他們大聯盟的選手可以肌肉這麼大 而且還可以打出那麼好的成績 因為他們的技術層面也夠 他們所訓練的肌肉是不會去影響到 他們的揮棒或是頭球的肌肉 因為我們所知道肌肉太大的話 有時候其實會限制你的活動度 所以不是說打棒球就不可以練肌肉 所以那我們謝謝下巴拉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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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拉那時候的頻道 大家幫他訂閱起來 他也是有拍攝影片 有有有有 我也會在他影片出現喔 會喔 可以去看喔 我弟弟他的IG 健身教練 如果有需要聯絡他IG吧 不要聯絡我 聯絡我沒有用 聯絡我就是打棒球 好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幫我分享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